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咯 中文是我的母语 而且每年暑假我还要回去看爷爷奶奶老儿老爷 一定是要有沟通的 所以很多的家长都会选择在家边上的附近 上很多的after school学中文 那固然也很好 但是现在学区推出了很好的沉浸式的中英双语的教学 而且直接是融入到平时我们的上课当中 我觉得这个项目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我们这个学区的安大略和蒙特克莱尔学区的专业老师 我们要细聊一下 最后当然是关于这个移民的 所以这个移民 自己是公民要申请太太移民 有没有这个影响 她刚好也没工作了 顺便问一下这个申请移民 现在的一些种种 包括投资移民 所以今天三大块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千万不要走开了 好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mini talk 我要继续来跟大家聊健康了 因为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当中 叔叔阿姨会比较多 然后叔叔阿姨让我最羡慕的 就是你们特别会做饭 像我就不太会做饭 所以关于做饭 其实我们都说吃得好 身体就好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都会看得到的好东西 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很健康 可是你到底知道它有多健康呢 OK 这个东西就是Simon 就是三文鱼 然后又有一些地方是叫鲑鱼 对不对 导播是叫鲑鱼吗 你们三文鱼是叫鲑鱼吗 好 是 OK 来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 这个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益健康 那这一点呢 是大家都所共知的 因为鱼类呢 是少数几种 能够始终于健康联系在一起的 动物性的食品之一 那当别人推荐这个鱼类的时候呢 三文鱼通常都是首选 那在这个 有一位叫做塔夫兹大学的其中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教授呢 他就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 为了健康的选择三文鱼呢 他就发现啊 不同品种的三文鱼的营养价值也是有差异的 所以你看三文鱼还有不同品种 我都不知道哎 有一些消费者认为呢 在这个养殖三文鱼和野生三文鱼的营养成分和污染水平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观点呢 也得到了一定的研究和支持 所以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看一看 如果可以买到非常高质量的这个野生三文鱼的话 那当然是更好了啊 好 那有朋友在问这个三文鱼到底好在哪呢 主要是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Omega-3脂肪酸 然后这种呢 是属于三文鱼特色的营养成分 那脂肪酸呢 我们都知道 这是食用海鲜当中的Omega-3呢 可以降低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病率 有研究表示呢 这些脂肪酸呢 能够降低高血压 能够降低三高 还有抗发炎的作用 那之前我们的健康专家都说 很多的病其实是跟发炎有关系的 像我今天眼睛就有点发炎 我现在还真的有点难受 甚至像老年痴呆症 都是跟那个脑部发炎有关的 所以多吃一点三文鱼呢 不仅可以降三高 还可以抗发炎 另外呢 还可以预防肥胖和第二型的糖尿病 所以真的是这个好处多多啊 那最新有一个证明还表示啊 经常性的摄入Omega-3脂肪酸呢 可以预防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的下降 就是大家非常害怕的 阿尔兹海默症 等神经衰退性的疾病 好 Anyway 三文鱼就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那刚才还有一个问题说 不同的三文鱼 它们的营养价值也不同吗 嗯 这个市面上可以选择的实在是很多啊 那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副教授 兼水产养殖营养学的专家呢 这个Stephanie呢 就表示说哎 虽然野生的红鲑鱼和野生的帝王鲑鱼 这两种市面上非常常见的啊 号称啊 营养非常丰富的三文鱼呢 他的研究发现啊 养殖的大西洋三文鱼当中的 Omega-3的脂肪酸 包括蛋白质和其他健康营养成分呢 与它们相比呢 确实是要略低一点 所以呢 野生的太平洋三文鱼 还有叫这个粉红三文鱼 这些三文鱼的营养成分呢 往往比其他品种都还要低 真的吗 所以无论是养殖还是野生 这都没有关系 关系是看它的这个品种 文章读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刚才我有点恐怖 我说不上当然是野生的比较好啊 所以不一样啊 那anyway再回到刚才说野生的红鲑 和野生的帝王鲑这两种的营养成分是比较好的 好关于三文鱼呢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不过anyway 三文鱼是好东西 大家如果很会烹饪的话 就多多的做这个三文鱼吧 那我能想到的三文鱼的做法呢 也就是拿来煎一煎 或者当自身来吃一吃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三文鱼很有研究的 有什么讯息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甚至有一些这个食谱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可以把你们的分享留言到我们的电话 626-689-7199 626-689-7199 那如果分享特别好的话 我会有奖品送给大家哦 好的 那最后呢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要多多看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 和我们电视上的节目哦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马上来回答大家的这个保险问题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 欢迎进入我们今天的专家环节 那第一趴呢 我们要来聊的部分呢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关于这个报税 然后这个 包括这个山津的计算 然后以及啊 在这两个条件下 如何拿到好的健康保险的福利啊 还有一些红蓝卡 所以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 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 哎 天宁保险的张先生 好 先把我们的专家请到我们的线上 哈喽 张先生您好 早安 哎 66-7好 大家好 欢迎欢迎 不感到 我不是大名鼎鼎 不感到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主持人一定要这样讲的 哈哈 不过真的啦 你看你在我们的节目开播 就已经是我们的专家了 到现在已经五年都快六年了 您不是大名鼎鼎 谁是大名鼎鼎啊 反正在我心里你是number one ok 不瞒大家说 最近我也是介绍了 我们的团队保险 客户给我们的天宁保险 然后我朋友的回馈 就是说非常的专业 做的计划很好 ok好 我们回到今天的正题啦 那第一个问题呢 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的 他说他自己呢 是一位女士 他63岁 老公68岁 他们两个呢 每年都是合并报税的 那每年碰上报税剂呢 都会为他们的健保而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会计是说 他老公的设安金呢 是算为收入的 这样呢 就使他拿不到最好的 赢94的福利了 所以想请教一下 我们天宁保险的专家 那其中有何猫腻 可不可以真的做到 鱼和熊掌兼得 请指教一下 大家提到报税都很紧张 因为都希望少付税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一定要分得出来 什么是收入 什么是应久税的收入 就是说应该要纳税的收入 因为有很多收入 你算收入 可是他不必久税金 当然这个是要请教会计专家了 但是呢 我在这里也提醒 对我们健保 买健保的 我们说 大家都要有健保 可是呢 往往先生太太 年纪就会跨到65的两边 我们说 通常都是老公先进入到65嘛 比如说66 67 68 69 可是呢 年轻的太太呢 还在欧巴马健保 我们常常碰到这种的家庭 这种的夫妻 有一个关键 就是像他刚刚讲的 我们都是合并报税 会计师有的时候会说 你们就分开报税嘛 夫妻各拿各的退税 什么好处 可是你千万要记得 天宁的张先生说的 要合并报税 你不能合并报税 太太的欧巴马健保 就拿不到任何的补助款 明白了 这个也是政府说的 不是我天宁说的 各位一定要遵守规定 那规定规定呢 就是收入的高低 我在这里要提醒 他希望拿到饮酒市的福利 对不对 可是 饮酒市的福利 对加州政府来讲 它是两个眼睛 叮着你 因为有补贴嘛 因为补贴最好 那加州政府已经大概最近的三年来 都在盯 你只要拿饮酒市的 我就叫你提出收入证明 那你跟政府打交道 轻松嘛 不轻松 那你要提出好的收入 证明 证明你是符合饮酒市的那个收入 嗯 诶 那我们就会说 你要小心看信 万一你收到的信 是加州白卡单位寄给你的 因为加州白卡单位 就把你归到白卡去了 所以中间还 诶 所以你要小心 你说你的意愿算数 还是政府的动作算数 他把你归纳到白卡 那你说我不要白卡 那你就要立即的跟 可靠的懂 怎么解决问题的保险经济 来解决问题 明白了 对对对 这个里面是有猫腻的 嗯 并且 并且你想与雄长兼得 那我们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使得你可以在欧巴马健保里 并且不会收到白卡的信件 嗯 所以我们的天灵保险的专业能力 就在这体现了 好来跟大家讲一下电话 这位朋友可以拨打一下 我们的客服电话 626-581-2581 626-581-2581 好 第二个问题 这个朋友他昨天呢 去见了一位保险经济 然后要买今年的健保 那现在已经是 对啊 三月份了嘛 然后呢 他被 被 被训了 他的留言 他说他被训了 人家说 你怎么这么晚才买 那他的情况呢 是在家里已经失业一年了 那今年一月份 才刚好有工作的收入 所以他想请问一下 能不能介绍一位 比训他的这位保险经济 跟靠谱的 并且可以真的帮到他的朋友 给他一些建议 他这个情况 好 反正被训了 不管你几岁 都是心情不好 对 当然 好 事实上呢 训他的经济呢 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新的规定 是改到三月三十一号以前 都可以买简报 哦 哦 所以还还得及 那当然 不要训 反而这位买保险的人 要训那位保险经济 对 你怎么不知道 可以到三月三十一号啊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不能够改计划 哦 你可以买新的建保 哦 但不能够改计划 哎 你不能说啊 我去年的现在已经用了 一月二月的建保 我不喜欢 我想换 哦 那没得换 你只能买新的建保 像他好像说去年 一整年没有工作收入嘛 嗯 那没关系 没有工作收入 不必报税 也就没有罚款 哦 那倒还好 但是他现在还是可以参保的 对 所以现在赶快在三月底之前 赶快来投保 提出很多的资格证明 嗯 他四月一号 就可以有保险 嗯 然后收入 哎 收入呢 那你说 呃 他刚刚说他是一月才有工作 对对对 那赶快提出来 一月二月的收入证明 嗯 然后找到了 好的 到位的 靠谱的经济帮你做投保 嗯 而且运气好的话 他可能还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补贴 拿到相应的 证据好的计划 对不对 是 是 OK 所以这里面 美国的建保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有很多的规定 所以一定要做到位 啊 好的 是的 那这位朋友也是可以拨打一下我们天宁的呃科夫热线啊 626-581-2581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天宁保险 谢谢我们的张先生给我们那么多的讯息和知识 祝你生活愉快 嗯 最近还挺忙的 要到月底啊 好的 拜拜 辛苦您了 拜拜 好的 所以健保有很多的知识啊 那今年有个重点就是3月31日之前都还可以投保 那没几天了啊 大家还没有健保的赶紧呢 不然年底会有罚快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是刘刘球小刘 身边这位呢 老师好 你好 很年轻哦 你看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Ontario Monkland School District 安大略蒙特克来学区的Grace老师 Grace老师大家看到她的形象呢 就知道她非常的温婉美丽 一看就知道为人世表 而且是很亲切的那种 没错 我们的Grace老师呢 就是在我们学区双语教学当中的 幼儿园的叫我们的小娃娃的一名 老师对不对 所以这节目结束之后 有没有这个你的学生说 老师我看你上电视了 听你的radio了 可能会 可能会嘛 你要跟他们讲一下 帮我们也多一点收听率 顺便你要说 老师今天在这节目上讲的这些中文 你们听不听得懂 也是蛮好的一个教学 我们有儿童节目耶 以后你们的小朋友特别棒的话 我也可以邀请他们来啊 可以可以 可以来试一试 他们会感觉自己很厉害 对 不过我们的收费开玩笑 公益的啦 不能这样做 说到这个收费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跟收费有关的 特别是新移民刚刚来到美国 我们这边有一个听众的留言 他一直想送孩子去这样的学校 又可以学中文 又可以学英文 因为本身他的小孩呢 是从中国过来的 只是年纪比较小 他特别害怕啊 来了美国时间久了 他的中文就退化了 可是呢 他一直觉得说 像这样的学校一定是私立的 他想问一下 是不是只有私立学校 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服务 而且呢 学费会不会很贵 不会的 就我目前就职的 Montero Elementary School 我们是公立的学校 然后我们提供免费的学费之外 我们也提供早餐午餐 还有免费的课后辅导班 所以家长们只要在六点之前 来接孩子就可以了 全包了耶 全包了 我可以偷偷问一下 早餐吃什么 早餐他们有时候不一样 有时候吃麦片 有时候吃三明治也有 都很健康呢 对对对 有水果 他们每天都会有四种不一样的 哇哦 对 那After School 你们会教什么呢 After School 我们目前是外包给另外一个机构来做 但是我们每一个老师 我们也有开一些课后辅导班 就是说我们有开一些中文加强的部分 然后我开了自然的 就是做一些不一样的实验 然后也有老师教跳舞班 或者是下象棋班 所以各种不一样的活动都有的 所以就蛮有意思的 而且都是包含在这个program里面的 我会让他们无聊的 对 所以这After School 是帮助很多双职工的家长 就是可以有一个时间 但是到几点啊 到六点 到六点哦 直接回来接就好了 我们两点下课之后到六点之间都可以接 四个小时的After School 对 变成跟那个另一天上课一样 时间那么长了 那你还蛮辛苦的 不会不会 好 所以这个问题呢 你不用担心 那如果你正好是在我们的Ontario和Montclair学区附近的话呢 你就可以提前报名来参加这个公立的双语教学的这个项目了 是不用学费的 而且还包餐还包After School是不是特别棒呢 那这边我们Grace老师也提醒一下 别的学区是不是有相应这样子的 对别的学区也有相应的program 只是我不太确定他们课后辅导班的成功 有没有 对但也已经不错啦 是是 所以不光是你们学区 现在南加州还蛮便利的 很多学区都有的 对 那说到你们的这个双语是中文和英文吗 对 是因为现在在Ontario和Montclair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才会有这样吗 也是因为族群是族群的分布 对 然后我们也有西班牙文的双语学校 哦 对 那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 不同的学校 所以我们学区里面总共有三个学校提供这种双语的 明白了 那不如告诉我们吧 哪三个学校 学校名你知道吗 学校一个是Montra Elementary School 就是中文的沉浸项目 然后另外一间不太确定 另外一间叫做Central Elementary 哦 这间是西班牙文的沉浸项目 OK 那我们中文的就是这个 Montra Montra OK Montra 大家记住啊 好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听众留言的 他想问一下 我们之前听了您的节目 我知道您是台湾人 那肯定很了解我们亚洲的这个教学方式 是 幼儿园也好 小学也好 是 那听众想问一下 那加州的教学方式对比我们亚洲的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 香港的台湾的这个教学模式 你觉得有相同的地方和不相同的地方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就是老师们就是很努力要让学习变得很有趣 我们会不一样的游戏 我们会不一样的游戏 加州的 用不一样的任务 对不管是加州的或者是亚洲的老师们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要让学习变得有趣 所以就让孩子不会无聊 这个是相同的地方 是相同的地方 那我那个年代并不是 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差不多年代 不可能 我也是台湾传统的教育体系出来的 所以在我认知里面小学中学高中都是一直考试 大考小考模拟考一直考一直考 我们还有中考和高考 对 很恐怖 做不完的卷子 所以现在不会了 现在会让它变得好玩 对对现在这边加州像我自己考试的时候我不会跟小朋友说我现在要考试了 我会跟他玩游戏的方式来测试他到底学了多少 他会的句型他会的单字有多少 诶诶你测我一个 诶诶你考考我还行不行中文 随便测一个简单的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天气很好 我可以知道回答吗 对对对 是不对还是要回答今天是晴天 It's sunny day 还是我可以 你可以说任何 任何吗没有标准答案 对对对没有标准答案 今天天气 你知道多少 对对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外套很漂亮 我带他很贵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因为我这样 你介绍一下你的耳环啊 你的帽子 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穿外套 你真的 因为我也不能不穿啊 哈哈哈哈 我也想啊 可是节目不允许啊 哈哈哈 我这个回答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的 哎呦很有意思 我觉得 Kris老师 所以是一问一答 来测试孩子解放孩子的天性 让他们的答案叫 答案都是可以 但他们会说 最后的关键就是让他们要柔力的讲中文 对对 太棒了啊 好 那今天的两个问题呢 我们问完了最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 那现在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想说 那怎么报名呢 我这 我这报名新手小白 第一个孩子 我应该什么时候去报名会比较好 嗯 嗯 我目前的话 应该是二三月的时候 报名是最佳的时间 嗯 如果当年九月八九月要入学的话 最后二三月的时候就去学区的办公室 或是附近小学的办公室询问 嗯 那如果有没有这种情况爆满了 爆满的话那可能就要加V 像我们学校是会有抽签的形式来选 选因为我们有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心很大的父母 那没报上 那我能不能先去别的幼儿园读 可以 明年我再来 再转过来 可以可以 哦 也是可以的 好 那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报名啊 Ontario Montclair 学区的双语沉浸式项目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Grace老师 谢谢你的光临 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老加你 谢谢你 嗯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part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呢 是我们专精于移民 特别是投资移民部分的啊 我们的老朋友了 格兰律师事务所的Cindy杨经理 那今天我们这一part的这个主题呢 是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2024年我们在移民条款上啊 这个移民局 做了哪些更新 那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会对自己的这个移民计划 有一些规划了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两条留言的问题 要来问一下我们的杨经理 好 赶快抓紧时间 导播来帮我们连线一下 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 哈喽杨经理 你好 你在线上 哎 我在线上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好 欢迎欢迎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是2024年 移民条款的一些更新 跟之前有哪些变化 请首先帮我们在这个主题上面 帮我们来罗列一下 好的 2024年 移民的法规上 如果跟咱们华人相关的 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当然了 有一些这个特定国家 针对某一些特定欧洲一些国家 有战乱的 移民局常常是有政策性的变更 但是 对这个我们中国大陆啊 台湾香港 这些地区的移民政策呢 2024年呢 还是基本上保持跟以前一样 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不过法律上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就是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上 那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改变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知道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 广州领事馆处理移民签证的速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慢 是的 就是你正常美国的都做完了 也排期也到了 或者是没有排期的 到了广州领事馆 以前是很快的 因为已经很多年都是电子化处理了 不用把东西寄回去嘛 所以就是就很快 国家签诊中心做完 可是真的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多 真的是很慢很慢 所以呢 2024年 因为移民局各个方面倒涨价嘛 再说这个疫情 疫情也是 我们没办法说疫情彻底过去了 因为这病毒 随时随时有人就又羊了 对不对 那至少说现在是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大家也都适应了 那在一切的工作生活 在慢慢的回归轨道的时候 2024年 我们预计移民局的效率速度会有所提高 明白了明白了 上一次的节目我们也讲过 因为移民局也增加了很多 这个申请的申请费 所以希望这个大家把这钱交进去之后 可以多顾点人 然后最终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 让大家赶快可以拿到我们的绿卡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夙愿了 好 所以呢 针对我们的华人 2024年大的这个移民条款 没有太大的改变和更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这位朋友 他呢 自己是美国公民 那去年12月的时候呢 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那是为什么呢 他回到中国呢 去办结婚 也很开心度了蜜月啊 那么前两天呢 他的太太呢 是使用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旅游签证 B1B2 和这一位美国公民 一起进入到美国的 他想请问一下 那他这一段时间呢 因为他辞掉工作了 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所以他目前是没有工作的情况 那他可不可以申请他的新婚太太 拿绿卡呢 嗯 这个问题 好的 这个问题呢 要看今天这位申请人 他是决定 他的太太是留在美国境内 在美国境内办理 还是说 他的太太旅游签证 只是说陪他回来 待一段时间 还会回去啊 然后将来是在海外领馆面谈 这两个处理方法有点不太一样 嗯 如果说他的太太是要将来回去面谈的 那目前 这一位美国公民给他太太 递交一个移民资格申请 那跟他现在有没有工作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完全没关系 哦 嗯 对 然后呢 等到他太太要去领馆签证了 嗯 那个时候因为要做生活担保嘛 嗯 在那个之前 呃 去签证之前要做生活担保 那个时候 就跟他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收入是有关系的 哦 但是这不是有个时间差嘛 那移民局处理你的移民资格申请 批准了啊 然后国家签证中心再处理 这个都是基本上要六个月 至少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内 这位朋友你找到工作了 你有收入了啊 那么你将来给你太太做担保 是没有问题的 嗯 明白了 可是呢 可是如果说你看 他太太说他进来 那他也有可能啊 是准备说哦 我太太就来就不走了 就是新婚嘛 我希望对不对 好 我不想分开 我太太就留在这些美国境内 我想在境内帮他申请立卡 这样他就不要回去面谈了 因为境内通常也比较快嘛 那您在境内申请呢 就会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在境内申请呢 这个移民资格申请 跟这个你太太的转换身份申请 其中连带了 有一个生活担保的问题 哦 那这个转换身份申请呢 时候呢 就一定要做一个生活担保 生活担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公民要填一个 i-864的表格 然后要附上他最近一年的税单 还有现在的工作收入证明 也不一定工作收入 你有别的收入都可以 你可以投资收入 其他收入都可以 那你要证明说 你有财务能力 确保你的太太 他将来拿到绿卡以后 在美国生活 不会成为美国的公众负担 嗯 啊 所以那这个朋友 你现在要是没有工作的话 呃 那这一份这个 这个864这边 你能不能符合条要求呢 那就要看具体的细节 比如说 您这个 您是说去年12月 才持续工作的 对吧 那可能之前 你都有工作 嗯 那么2023年 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可以报税嘛 你报税的时候 那个报税收入 是不是符合 呃 移民局关于这个 生活担保的最低的要求 嗯 其实要求很低的 如果两个人 就是25000多 差不多26000 嗯 以上 这个要求比较低 如果说您 哎 这个报税 2023年 我的税单收入 是可以符合要求的 嗯 那我只是现在 零时性的没工作 我现在也准备 马上要去找工作了 那这个情况 有可能你可以担保 你可能跟有经验的律师商量一下 嗯 看看怎么样把这个申请啊 可以让他送上去 让移民局先受理 然后你就赶快再去找工作 对不对 因为从你送上去 到移民局审核 到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嘛 那你那个时候已经有收入 可能可以解决 那如果说 你说哎呀 不行我2023年 整个这个收入 连两万多都没有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了 对吧 你现在没工作 然后你最近一年的税单 上面收入又不够 那你可能真的就不符合担保资格了 那这个情况 怎么办吧 你是就 那是像您说的 我就是不是得先去找工作 有收入以后 才能申请我采财 还是有别的变通方法呢 对对对 那如果说 他现在是没有工作 但他名下是有一些 大量的存款 或者他名下有房子 这种会有帮助吗 这种当然有帮助啊 您今天没工作对吧 但是呢 你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 我有大量的这个存款啊 比如说我银行里 存的几十万对不对 我一年以上都没送过了 是一个很固定的资金 可以 你可以用资产来担保 或者我有房子对不对 我的房子的这个 我当时买的钱 现在的价值 减去我的贷款 就我房屋的净值 可能也在这个几十万以上 那有可能呢 让这个律师帮你算一下啊 因为他这个是 这个可不是两万多啊 这个就是要五倍的差额 要帮你算一下 你的用这个 你的银行存款 或者用你的房子 可不可以来做这个担保 嗯 明白了 好 那说到最后呢 还是希望这位朋友 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 那如果需要我们 格兰律师事务所帮忙 那我们的电话是 626-288-1998 626-288-1998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的留学生 给我们节目留言的 他是一名留学生 那他最近听说呢 可以办理80万的投资移民 但他不知道呢 应该如何选择投资的项目 他的要求是 既能够保持绿卡 最好呢 最后又能够回收本钱 嗯 有没有这样的好项目 这是一个在投资移民领域 非常常见的问题啊 基本上所有的投资人 都希望说 哎 我这个80万 我就借给 借给这个投资公司 用来投资项目上去 借款嘛 然后呢 我就把绿卡办下来 对吧 我也不希望什么回报了 也不希望什么回报 但是就是在 咱们签订了合约的 这个投资期限内 到了 你当时把这个本钱 还给我就好了 想想啊 80万好几年 这个利息 对不对 现在是你看 投资率也挺高的 对吧 那利息给你就好了 对吧 我把绿卡拿到 然后把本钱还给我 所以就是 百分之百的人 都期望是这样子 但是呢 就是 现实情况是 投资移民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 这个呢 你看那个 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看 这个项目的招募书 就是我们说的 BPM 你去看这个 你去看这个 所有的项目 第一页都写得非常清楚 说这个移民项目 投资移民项目 是一个高风险 非常high risk的项目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那我们怎么样 但是有朋友说 我周边有啊 我的朋友这个绿卡 也拿到了 我周边有 他这个本钱 对吧 也退了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所以也不是说 所有项目 都是说我今天办这件事情 我的这个就血本无归了 那我们呢 就是在做这个选择项目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慎重 因为投资移民 今天你先别说 你本钱回不回的来 你的绿卡 可不可以拿到 跟这个项目 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 项目如果说 没有按照商业计划 去实施 没有完成的话 那有可能 你的这个 不单本钱没有 而且你的这个 绿卡 也没有 都有可能拿不到 对 所以说 你要很仔细的 去看这个项目 那么看项目 我们说了 看这个PPM 是一定要的 你去看 因为它主要的东西 写在里面 看完了这个PPM之后 你对其中的 有一些条款 比如说 现在市场很多项目 都是做这个借款的 做借款项目 那你对它里面列出的 一些借款的条款 它只是一个 在PPM里 是一个概括的说明 你可以跟你 想要投的投资项目 公司联系说 我要看一下 你签的这个贷款的文件 因为贷款文件是很多 可是里面有很多细节 包括就是今天 投资移民的这个 EB5的这笔资金 这笔贷款放出去 它是在第几顺位上 因为很多项目 它不只是用 投资移民的 这些人的借款 它还用 还有银行的这个借款 可能还有其他 这个信用机构的借款 它可能有很多借款 在这个项目上 所以说你一定要弄清楚 有多少借款 然后别人都借了多少 你是第几顺位的 第几顺位 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 因为出问题的时候 拍卖的时候 是前边的优先拿 你顺位在最后 你就最后拿 那最后你有多少残值 不知道 这就是属于风险很高的 一个你是第几顺位 第二个 就是说 这个项目 跟投资移民的 这个基金 这个基金 来借钱的时候 有时候它有担保 对不对 跟银行放款一样 它是正常有担保的 那这个担保条款是怎么样 你要仔细看清楚 有些呢 大部分的项目 都是说用这个项目 本身的资产来担保 项目本身的资产 公司来担保 那有一些个别的项目市场上 它的担保可能会更好一点 它可以是 我这个项目公司 本身做担保之外 我这个公司非常有实力 我有很多子公司 对不对 有很多项目 每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单独的公司 我的这个关联公司 全部的资产拿来 都给你做一个担保 那这个可能就是 从担保这边来看 可能这个风险又会低一些 有道理 所以说 大家做这个项目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个好的律师 仔细的好好聊一聊 对 商业人去帮你 就是评估一下这个风险 对 不要看到最美丽的一面 忽略了它的高风险 OK那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格兰律师的这个 事务所的电话是 626-288-1998 大家有任何有关于 投资移民的问题呢 都可以打电话 或去好好地询问一下 格兰呢也是我们当地 非常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特别是我们的杨经理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杨经理 今天交了我们那么多的 法律知识 移民的知识 谢谢你 之后有问题还要拜托你 祝你生活愉快 好的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好的 长见识了 刚才我都恨不得拿笔就记一下 因为最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想办这个80万的 投资移民的这个项目 所以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们留言 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 我们会来问我们的律师的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是小六 这里是三宝店 我们怎么收看 我们的电视版本呢 跟大家再讲一下 现在呢 我们转到新媒体了 所以18点钟呢 我们就不再合作了 所以大家可以转站到 我们的YouTube 和我们的牛电视 在YouTube上面 直接搜索 无事不登三宝店 现场的Live就可以了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 华语电视 三楼TVLA 那另外呢 下降我们自己的APP 牛电视 NIU TV 都可以 也都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平台上的节目 感谢大家啦 我们转换一下 看电视的这个模式啦 进入我们的新时代 再次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